爱因斯坦在这里解释相对论 蒋介石夫妇在这里召开记者会 吴国珍在这里做市长 第一面在上海升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陈毅最早的市长办公室 还有创造日内尔公约上海模式的饶神父 他们在这里的瞬间 都永远定格在了上海这座顶级建筑里 新年一史从上海这座曾经的原点出发 1940年代末 抗战胜利 关于上海交通的规划充满着现代气息 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 更像是对未来上海的想象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上海将修建城市环线 城市环线以中山路为基础 从而放宽 还要修建城市主干道 南北线为西藏路 东西线从外滩一直到中山西路 并与虹桥的主干道连接 这一规划类似现在的南北高架线和沿岸路高架线 这就是1946年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珍力排众议 重启因战火中断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吴国珍作为曾经上海市长 台湾第三任省长在上海留下了诸多他的印记 作为大多数的上海人根本不为所知 但是最近他曾日夜工作过的地方刚刚修复完成 我有幸率先一堵芳荣 这个场景是陈毅当年进入上海市政府 询问代理市长赵祖康关于吴国珍去台湾的原因 这座建筑坐落在汉口路上 45年到49年间 它是上海市政府办公大楼 吴国珍就在这办公 49年5月27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于该大楼宣告成立 这栋见证上海近代风风雨雨的历史建筑 有一个更为上海人所熟知的名字 上海工部局大楼 实践于1914年 竣工于1922年 由英国人设计新建 因为当时欧洲一战爆发 资金建材无法按期到位 所以耗18年 竣工后 这里成为了原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所在地 不是上海第一 而是中国第一条马路 中国第一盏灯 中国第一个水厂 水道 背后都有工部局的影子 救火会和寻补厅 也是工部局维持秩序的组成部分 在工部局的经营之下 上海租界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发展迅速 大楼的建筑外观是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 融合了巴洛克艺术的特征 三段式立面 拱圈窗 二至三层立面 设爱奥尼士列柱 窗帽以弧形和三角形山花相间 上部有较深的挑言 作为边门的塔斯干柱门廊 简洁 流畅 不是大气 可以看见当时之用心 其设计水平 审美取向和施工技术 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1843年11月上海开部后 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 就向上海到的倒台公墓九 所租土地 让英国侨民居住 上海倒台扑斥一笑 这么个到处都是泥地的农村 谁想住 还造房子 是的 现在上海称之为黄金CBD区域 在开部前 都是泥泞不堪的农地 荒地 真正的市中心 是清朝以为固若金汤的男士 就是玉园那里的城区 关于玉园 我们曾有节目 链接在简介区 从此 这块830亩泥地 变成了英国人的居留地 随即组织了道路和码头工会 负责市政各项事宜 为了呼应太平天国起义 上海小道会大开杀戒 这对当时在上海外敲的生命 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同时 本地居民也疯狂用入租界 为租界市政管理造成极大困难 先前的市政道路码头委员会 显然无法应付 于是 公布局应时而生 同时 决定建立一支租界的民兵队伍 这支队伍就是万国商团 直到49年才宣告解散 来到正门 由多利克市花岗岩石柱支撑 扇行廊道为停车处 基座用细面大块花岗岩器柱欠水平凹缝 从门外就能隐约看到一幅画 描绘的就是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次国庆的景象 当年 陈毅作为第一任市长 在此办公 这里的黑白大理石墙面 一体盛住的扶手 都是用泰康洋行黑白相见的大理石铺器 这里的地平用的也是英国麦津洋行马赛克瓷砖铺器 据说 当年大楼内部装有自动电话系统 以及由伦敦市政厅的英国工程师设计的低压热水供奶系统 管道等材料设备皆为进口 卫生设备则全部使用美国标准牌Standard 就是美标词句 这里有一块陈毅的手术碑文 为上海解放一周年纪念题词 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弧行大厅的铁制窗框 均为原物修复时 一并拆除在安装上 从弧行厅步入一间办公室 据工作人员说 这里的屋顶灯都是一百多年前的 稍作修复之后还能正常使用 这和我们以前看的老房子里复刻的物件不同 这里留下的 基本都是原汁原味 不愧是曾经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场所 就如我在新天地一号那期节目中所说 判断上海老前的标志是 这户人家是否有壁炉 毕竟一百多年前 普通百姓还在收煤球炉 室内的木制地板 墙板 门套框也是原物 皆为柳安木 杨松制成 天花吊顶 石膏线条 墙裙板 都是后期老师夫手工进行排查 修上部位精确到毫米 手工车模 用纯手工打造出老味道 齿轮联动钢窗的修扇 老公将灰灰值多张大样图纸 将每一个不同位置的螺丝都精确编号 各个修上环节都非常细致 窗外对面的高耸尖顶建筑物 就是圣三一堂 建造于1866年 办公室对面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 这是一间一模一样的对称办公室 又称双子套间 这就是49年 陈毅市长使用的办公室 用料布局和前面那一间几乎一样 而这里复原的是当年陈毅市长的办公场景 49年5月28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 陈毅任市长当天下午二时 来到位于大楼二楼的市长办公室 举行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仪式 赵祖康将就市政府的两枚印章 成交陈毅 工作台旁的书柜陈列着陈毅家族的照片 和他平时阅读的书籍 自从20世纪初 大楼建成后 这个办公室曾被多位历史名人使用 不仿计 工部局教育委员会会长 皇家亚洲学会会长 也是圣约翰大学校长 1943年 汪金卫政府收回租借 仪式也在这里举行 这里还曾是吴国珍夜以即日工作的办公室 每天8点30分准时到达位于汉口路上的市长办公室 办公室内总共有7台电话机 便于统一接听 他经常手忙脚乱处理紧急事物直到深夜 工部局内有400多个房间 其结构本为四面为和 但因为当时缺钱 所以一处留缺 内部广场还有红房子 如果今后有机会 再来谈谈他的故事 这张图是饶家居神父在工部局授讯 表彰他在松户抗战时 设立安全区 救援中国难民数十万人的卓越功勋 饶家居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 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修订 加入了战时平民保护相关条款 这就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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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